地板冰壺 Floor Curling 是一種類似傳統冰壺的身輕室內運動 由於這種運動無需任何冰鏈 因此對場地的限制比傳統冰壺少 地板冰壺的比賽場地 通常是一個尺寸為20英尺乘50英尺的舉營區域 由兩個隊伍進行比賽 每隊有3至4個隊員 他們輪流將石頭推向大本營 House 試圖將自己的壺投得更近中心點 以獲取該局的勝利 地板冰壺的規則與傳統冰壺有些不同 主要是以球員直接用手頭壺 而不需要用刷來控制壺的速度和方向 因此球員需要在頭壺時 更加謹慎地控制石頭的位置和速度 當然地板冰壺亦有一定規則 例如頭壺時 雙腳 或者雙手 都不能超出頭壺範圍 而且在投出冰壺後 冰壺一定要貼緊賽道 否則就會像以上例子一樣 被視為無效壺 以下是地板冰壺的兩個技巧 分別是 Heat and Stay 和Heat and In 最後兩位地板冰壺國慶杯亞軍隊員 將會進行一場示範賽 在大部分的Divo 地板冰壺是一種有趣且且具挑戰性的運動 除了可以增強身體協調能力 亦可以促進社交能力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地板冰壺這行新興運動 多謝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